我看到的是107 我就用Navs的107 然后前面三个字不行 几个方法 如果你要用截取年月日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日期函数 日期函数如果你要取得 某一个日期的年的话 当然这边日期函数里面 顾名思义这边不是有一个义尔 义尔里面你就抓这个 他会201 不过基本上是以西元年为单位 但如果你要是那个什么 民国年的话 你就要减掉多少 1911 OK那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那个1911 不过他减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他会带过来的是一个日期格式 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减完之后 因为他是把它当日期 所以回来的格式就自动帮你转 那你要怎么办 他恢复正常 很简单 你就怎么样 把它改为通用格式 按确定就可以了 他又恢复了 因为他会以为你是一个日期 OK 所以转一下 那月的话顾名思义就是用什么 用month 然后日的话就是day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以后如果你要分别取得年月日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用那个 这个这三个函数分别把年月日抓出来 那周期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顾名思义吗 不就有个什么 week day week day OK这边的话 那把这个日期给他 return type回来 他会是5 可是问题5 5 5 看不出来吗 如果你可以怎么样 按右键 格式化一下 特别注意 5的话 这个地方 week day 5哦 直觉你会以为是星期几 星期五 可是不是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Essal 是美国那边设计出来 所以他们认知是礼拜天是第一天 所以你要用他们的思考 继续想 你不能说用我们的逻辑 那当然或者是你还可以格式化一下 假设你今天呢 可以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里面有星期几 你按确定 当然他会自己帮你格式化 OK 那这个是用日期格式 去做出来的 或者有四个 这应该可以理解了 第二个是说文字 那文字的话 可是问题它本身不是文字啊 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文字 这边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需要用到test函数 这个test函数哦 它可以真的把你看到的变成文字 OK 所以test函数非常的重要 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用test函数 你是没办法去做 取得内部资料的动作 两个 第二个文字函数 那怎么去做转换 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 所以我们用文字 文字里面的test 这好像前面有用过 但是test需要有总共有value value就是它的值 这个值 第二个是format test format test意思说 那你要格式化成什么样子 那格式化成什么样子 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里特别重要 先取消一下 format test之前 请你先做一件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关键来的哦 请你制定一下 把这个底下类型里面看到这一串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format test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转换的话 记得先把里面的format test 制定里面这个类型复制之后 再到这边哦 OK把它怎么样 那用那个test函数 然后给他这一个 另外的话我们format test 记得先双引号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再后双引号 双引号一定要加 因为同学有时候贴 直接贴就发现奇怪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忘了加双引号 只要是一个test 前后都一定要加双引号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 他就会帮我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经过test哦 他就真的变成文字了 那如果你变成文字之后的话 就简单了 怎么说呢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变成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样 把它取得前面三个字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做一次 把公式减下 再到这个文字里面呢 我们用lapse好了 比如说前三个字 你就把刚刚那个减下的公式贴上 就这一串啊 然后如果要三个字的话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他出来的就是文字了 有没有 先 所以test实际上帮我真的转换成文字 那再用lapse再帮我切割啦 那月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这样切这两个啦 所以这个应用middle函数 middle函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再从那个文字里面的话 找到什么呢 找到刚刚那个文字 也这样贴上这一串 那star number的话 我就从第几个字呢 第五个字 取几个字呢 取两个字 有没有 零四 按确定 OK 这样的话零四就过来了 好 意思可以推啦 这个可能一二啊 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公式怎么样 其实把它复制 然后再过来这边的话 就贴上它的公式 那从第几个字呢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个字 一样取两个字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打勾 一二 那后面的话呢 你要 这个是第八 第九 第十 再取两个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把公式贴上 那这边的话 输入十 取两个字 打个勾 这样的话呢 不对 应该是第十 一才对 OK 反正就算一下 哪一个字 打个勾 有没有 那利用那个test 这个函数转的 感觉上好像比较精确 为什么 因为不是比较精确 比较是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往后 如果你看到那个文字 你要哪些部分资料 像常常是什么 要取得一个日期 然后要跟 把它转换成一个 编号的时候 那个规则 抓不到 那你就可以用 利用这样的方式做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待会请各位再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什么 倒数计时 这个是2020年 假设 2016已经过了 2020 剩下几天 就是东京奥运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什么 知道就是东京 到底哪一天 它奥运呢 所以我Google一下 好像是哪一天 7月24 我如果是7月24这一天 2020的7月24 那请问一下距离 今天是几天 那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日期存在以sale 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把数字减数字 答案就出来 所以计算日最简单的 但是计算月跟年比较麻烦 因为月还有28 29 30 31 年的话有365 还有366 因为有论年的问题 四年一个论年 那我怎么知道 今年是不是论年 OK 所以这很麻烦 但是日的话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计算 等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两个整数相减就可以 未来的日期 减掉什么呢 today好了 这个日期 未来日期 这个应该比较多啦 这个比较少 打勾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算出来了 还有834天 而且最简单 日期相减最简单 那你想说月 会不会有些取巧 那就除以30算 不过是也会接近 但是不见得精确 所以如果我要计算月跟年 可能就是要用另外的函数 叫做dative 这个dative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会dative的话 那算月跟算年 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是dative我们底下会有一个 计算这个人出他的生日 是1972年的8月5号 请问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活了几年 几个月 又几天 这个当然很麻烦 你要怎么算 还好他以色列里面没办法算 他还可以活多久 如果可以活多久的话 那以色列这个软件太厉害了 现在未来AI 人工智慧就是可以 从各种数据里面判断 也计算未来是有个AI 你只要手伸进去哪个装置 测量一下 马上可以知道 你预估寿命还有多久 如果有这种机器的话 那是太厉害了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today部分 我刚刚主要是针对日期函数 所以请你在旁边的地方 利用year,month,day跟week,day 去把他的四个资料给截取出来 第二种方法是用文字 当然有不同的操作 可能不同的需求 请各位试一下 我是转换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 另外如果说你一下记不起来 那么多的话 请你在云端上面 我刚刚讲过云端白板里面 也会有相关的参考资料 其实应该还蛮完整的 只是说有些同学 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去利用它 因为我每一次上课 我只要做过的 我会把它拍照上去 像刚刚这个格式 另外的话两种解法 这边都有 year,month,day,week,day 这切切切切这边都有 ok,待会的话会计算 员工的实际年龄 待会我们再来看 ok,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除了说我有把最后完成的画面 放云端白板之外 也会把过程录下来 那一样会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学不会 就怕你不懂得利用它而已 回去的话只要 我觉得多花一点 就一定要花时间 把这些东西做纯熟 工作真的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不然有什么也奇怪 日期老师 为什么我怎么 要抓某个资料 就是不让我抓 就抓不到 因为你 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它当日期看待 要不你就转成文字来使用 那不就结了吗 ok 所以 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善加熟悉 我想我们这个课程目的就是 一 你一定要对Excel 所有的函数都能够 我觉得它还是彻底的熟悉 以后不管用哪一个 马上可以知道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 二 如果里面找不到可以的函数 那你就请你用VBA 把它写出来 因为我们这些前面的范例 是刚好Excel 有这个函数可以用 但是后面有很多更难的 是根本没有这个函数可以用 那请你用VBA吧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 有没有办法用什么什么 我说没有 请你自己写VBA吧 所以 有就用函数 没有 那后面 你就当然就是把VBA给变出来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后面怎么样计算 那个员工的实际年纪练习题 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 尽量熟悉 尽量去把它作为